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肺癌的早期发现意义重大 有些病人不是因为肺部症状到医院就诊 而是因为出现声音嘶哑以后 到相关的耳鼻喉壳来就诊 就诊中会出现什么 声带固定通过检查发现这个病人的声带固定 我们知道声带是通过后反神经来支配的 如果这种病人出现声带固定 我们就要进行病人进行胸部的CT检查 要发现肺部有没有肿块 如果病人CT发现肺部肿块 特别是比较大的肿块 在中央部位 可能这种病人就是因为肺癌 侵犯了后反神经才会出现声音嘶哑 也可以我们知道后反神经是包括左侧和右侧后反神经 如果病人 如果病人